網路上等你問阿保老師的問題是 醫院以前的這個補子 補子在這製補的時候 就是我們商品當中的困塘是不是會幫助受訓 我們都是幾度以下的時候會沒有困塘受訓 有時候呢 我們都嫁的時候 這個補子的計程中 再起時,還要去開花 在這個時候呢 這個麥香呢 會幫助他受訓這個工作 這個麥香 你看麥香是什麽色的這個花 麥香白色的這個花 那麼白色的這個花 最主要是在過島下午呢 比較容易開 那麼它通常 那黃色的花通常是在開 阿保是它的花下掉 大概會有這樣 這個不一樣的這種 大自然的一個規律 所以我們在麥香裡面 裡面最成功的壽粉昆蟲 其實是一些 我們說牛椰子 這種的這個 這些蛾類 葉蛾類 那麼這種葉蛾類 是這個布仔的一個重要的這個壽粉昆蟲 這在 在這個你吸到這個布仔 在裡面 這個走來走去這個 這個 其實好像 你說它是不是會幫助壽粉 它在那邊走來走去 有可能會幫助壽粉 但是更重要 它可能會把這個蛾類 吃掉 這個東西很像是 很像是牙蟲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東西 要鑑定一下 所以你說 這是不是這個會協助壽粉 我覺得 這可能是要比較擔心 這 在這個 它這個壽粉昆蟲 算是 它的一個最重要還是這些葉蛾類 那麼 它 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那麼有時候就是說 因為在大自然裡面 就是說 它有開後 有釣不釣都沒有要緊 是不是 這有釣不釣都沒有要緊 在大自然裡面 這個環境 這個時間 沒有夠後一個時間 是不是這樣 所以 它通常就是說 會有 它主要的這個 主要壽粉昆蟲 有一個 就是 它沒什麼要緊 但是 我們在釣的時候 特別不釣不釣要緊 對不對 因為 不釣粉的時候 它通常就 比較容易外瓜裂炒 所以就算是這樣 那麼 我 我最主要還是靠這個 蚵類 葉蚵類 這個 其中 它 它釣粉最主要 還是這個蚵類 所以 這家的東西 蜜蜂 還是什麼樣 當然 你如果是 譬如說 這個 它開出來的時候 還是有 還是有 這個 譬如說 它蚵蚵 如果什麼 這 夠栽起 它那個火一樣 就在開 你看起來 它怎麼沒有射 沒有射火 不然射火 是這上有可能 它的鑄頭已經 就比較乾掉了 是怎麼 所以 這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會出現這種狀況 就是說 你看它火 在了 但是 是這上 這種 壽粉 就沒有人說 很好 所以呢 那麼 我們 一般 通常 如果是可以 如果是可以 可能 盡量 盡量 就是說 要稍 用 這個 人工 壽粉 這人工 壽粉 的一個方釋 那麼你說 溫度 幾度以下 沒有昆蟲壽粉 這個大概很難去 去界定 但是就說 因為 鵝裂 這個 補子最主要是 這個葉鵝裂 葉鵝裂 它對這種溫度 它 耐受性 其實是好一點 所以應該是 溫度 比較沒有影響 大概會 多低 可能 一般通常 在15度以下 因為補子是一個 比較熱烈的這種 這些作物 所以 它比較適合 在這個 15度以下 可能會有一點點狀況 那麼怎麼辦 通常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譬如說 利用要來幫他 去幫助他 什麼東西來幫助他 那麼 利用這個 人工壽粉 譬如說 我去逼去 清清 會保持 你如果覺得 這種天 不太好 洗 會保持 去 你把它 清清 這個大概 會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 這種就是這樣 如果 你沒辦法用 皮膚去洗 沒辦法用皮膚去洗 不然你就用 NAA 但是 這個補子 對這個NAA的 一個歡迎 比較不像金貴 那樣好色 而且 它那個貴 那樣比較不像 漂亮 所以呢 這般來說 是這樣 那麼 因為這個補子 補子 你注意看 它的這個 這個 灰 算 比如說 它 吸引昆蟲的這個方式 不像一樣 所以它其實不是靠花粉 這樣 它是有一種比較獨特的氣味 所以呢 它有一點點不像一樣 所以蜜蜂不太喜歡它 你注意看 這個味道比較少去沾 我那麼會 但是 通常就是說去跟它那兩個 它就跑了 所以它最主要還是這個蚵類 就是說 一些這個葉蚵類 這個 嗯 它去幫它 去幫它收粉 所以呢 這個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蚵類 又比較不怕低溫 它這個 它這個東西比較用 含蜜蜂比較不一樣 所以 還可以 所以 但是呢 太激烈它也是沒辦法 這正經是這樣 所以你看它很激烈的時候 啊 我們的種蜜蜂在這個溫室裡面 現在有人把這個蜜蜂 種在這個溫室裡面 種在溫室裡面的時候 它就沒有那個蚵類來授粉 要怎麼就 用這個人類 用人的 來幫它做這個授粉昆蟲 這個不算叫做授粉昆蟲 這個人 變成人工來給它授粉 這樣 所以 那麼一點的 這個就 最重要的 那麼一般通常 在這個 受訓 一直到 就一頭出來進行 這個通常 如果是人工授粉 那個時間 它要打過日 大概就不行了 就是說你 如果比較黑暗天 通常是會有五點 它要到早上八點 到早上八點 這是一個籠統的這個時間 就是說有時候這個時間 你會知道它不是那麼好 但是你會知道 補法本來就是要運動比較高 那如果說運動比較高 有時候還沒八點 可能五點 五、六點 一頭出來 它那個灰就一直打起 一直打起 有時分沒時分 有時分 它當然會掉 沒時分有可能 它的下灰也有可能 就會落成這樣 所以這點要稍微注意到 所以假設如果這個溫度比較低 如果這個溫度比較低 那麼你可以去 去用這種 這個 這個 這個進行 有人在做 這個 在臺灣有哪有 人我還聽人去用過 就是說它 為了要有埔子比較早 用埔子比較早 他去噴 噴 我們知道如果要吹蜈花 通常會用 那個 叫做以西利 以西利 以西利是什麼 抑收 這個 異收生長樹 以西蘭 所以 這個名稱叫以西利 要用以西利去噴 去知道去噴 噴一遍 那麼去噴 噴下去 它會提早 提早來這個 來這個蜈花 但是它有時候鋼花 所以不來 你如果鋼花不來 鋼花不來 所以 這個開無花也不太好 所以 有的人說 那個 嘴無花不好 這個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說它變成不一樣 所以 通常 你如果是要跟它 並說你種的 溫度那時候 溫度比較低 對不對 溫度比較低 你那個有 帶來回 所以通常 它 要去 替它 這個 算 去替它 做這個人工修粉 我們 我們說 運灰 譬如說 把這個鋼花 鋼花 把這個 這個花瓣 把它撞掉 撞掉之後 不是純潔 灰心 要用手 去 去擦一擦 鋼花 差不多 把它 如果看到沒有灰 就把它 翻翻翻翻翻 翻翻翻 這樣 那麼 這就很容易 來 把他 這個 修粉 就容易 收粉 完成 這大概是 這款的 這個 這個 處理的 這個方式 那麼用毛筆 怎麼會塞 用毛筆 怎麼會塞 用毛筆 是中的毛筆 穿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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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 效果也還不錯 所以這給你 稍微做姐姐了解到 那麼 蜜蜂 大概不喜歡 它 這個 這個味道 真的不是很喜歡它 因為 它的比較沒花蜜 你注意它看 它沒有什麼 這個蜜 它是一種 有一種味道去吸引 它是沒什麼一樣 所以這個蚵類 那麼你要知道 全世界 我們都一直覺得說蜜蜂很重要 蜜蜂很擔心 這個蚵類 是我們 很多都去把它忽略掉 忽略掉這款的 這個東西 大家都認識說 這個蜜蜂 因為蜜蜂可能 會有蜂蜜給我們吃 為什麼大家比較加意 還是這個 根據這個研究裡面 這個蚵類 蚵類在這個 因為都葉蚵 也有這麼暗蜂 這種我們以前說蜂蜂 這些東西 它這個 這個塑粉的這個效益 非常 一個這個管 所以 這種葉蚵類 一個這個 效果 因為我們看到蜜蜂 好像翁翁翁 這盲做工 這大概都有一個印象 但是西雄 這個蚵類是很重要的 蜜蜂當然很重要 但是這個蚵類 這個比起來來說 那麼它其實蠻要緊的 這些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自然其實是很神秘的 這個東西有當時 牽引髮額動全身 但是這個蚵類是一個 你要知道 蚵類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瘦粉昆蟲 那麼很多這個研究 都研究在這時的前面 我們 科學家都在這時在做研究 做老師的 他也是要休息 所以去研究 晚上的就比較少 所以這對著葉蚵類 這方面的研究 就比較少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一些這個蚵仔 反正你注意看得到 這個光園 什麼有的 你注意看 這個 這個開花的時候 如果是白花的 什麼東西是白花 這個蚵仔 這個東西都是靠這些蚵類 這種的這個 來給他 還是來給他這個收粉 所以這個 像蚵仔又更比較特別 他可能還有比較特殊 這種的不一樣的 這種 生物 來給他這個掃粉 所以大自然裡面 其實是很 很獨特的 所以大概是這個得利 所以呢 這個給朋友 稍微來給他這個 知道 所以 其實我們在說 說這個榴槤 好像是那個 一種 一種 蝙蝠 這類的這個東西 那麼 實際上 他有一些蚵 就比較獨特的這個 像這個可可 這種東西 這個也很多都是 都是靠這個 來給他這個 修粉 這些蚵類 所以 晚上的這些 辛勤工作的 其實好像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也是要 就是有一些研究 大家可以幫他注意到 所以 以蚵類掃粉 裡面最快撥片 最快撥片 就是這個 這個 補 這大家最快了解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啊 嗯